受中国文化与旅游部中国国家艺术基金邀请 著名指挥家汤姆海职棒 华语音乐家克劳迪艾扬 担任钢琴演奏的哈尔滨交响乐团 三月下旬携国家艺术基金重点支持项目 《红楼梦》钢琴协奏曲 为俄罗斯乐迷奉上了数场中西合璧的精彩演出 访俄演出期间 哈尔滨交响乐团于22日、24日和27日 分别在新西伯利亚、莫斯科、圣彼得堡亮相 用音乐搭建中俄两国的友谊之桥 俄罗斯各界高度评价了中国艺术家的演奏与艺术表现 对于中国文学名著《红楼梦》 能够以交响乐钢琴协奏曲的形式表达 给予了由衷赞誉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